-你還不見嗎? -你還不見嗎? -哈囉,大家晚安,好久不見 Yeah Let me see see let me see see 哈囉,晚安 我開了 哈囉,晚安 好 不過我很喜歡的 哈囉 快一個禮拜沒見了 真的 好久啊 哈囉 Snoopy 哈囉 Lukey 哈囉杏薇 哈囉初鋒 哈囉晚安 嗨當他 哈囉 嗨秀妍 晚安 嗨君彥 今天從高中畢業了 哈囉杰晨 對 最近快畢業季了 可是好可惜喔 我很久沒有放法了大家 大家最近過得還好嗎 但今天是 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那個啦 比較 還是居家一點 哈囉 Stephen 哈囉 Tomo 哈囉 KK 哈囉 Miso 哈囉阿光 哈囉懷懷晚安 哈囉北全無敵 哈囉瑞和晚安 Stephen晚安 哈囉哈囉 哈囉 Martin 好久不見 熊頭魔人 燈火 嗨 謝謝蛋塔跟Miso的幸運 思夜場 謝謝告白氣球 大家好 哈囉 謝謝Snoopy的禮物 這件好像第一次看到小星球 是嗎 T恤 T恤 這禮拜要開始去公司上班了 我需要好一點的運氣 加油 哈囉杜吳 可是那個 疫情不是有延遲 那個三級延喉 大家出門小心阿 還是要照顧好自己嗎 我很久沒有放髮 但是呢 因為我就是覺得我 我 大家有看 就是很明顯吧 就是我頭髮長了很多 哈囉晚熊晚安 我頭髮長了很多 然後 就很熱 然後我就每天都想要綁起來 然後綁起來呢 就會有那個 痕跡 然後想說很久沒有放髮了 所以我決定我今天要來放髮 對 但因為太 太熱了 所以我還 就是我平常都沒有開什麼 然後我就把 電風扇帶過來了 然後所以會有風的感覺 有嗎 有一點點 配個大風 的感覺 有嗎 我本來想要來個什麼DJ風 因為 因為今天的 今天有一個小企劃嘛 有一點 嗯 我要剪瀏海了 雖然都是我自己剪 下一次直播應該就剪了 這帶飄逸感 每次看鏡子跟看 鏡頭 都不太一樣 算了 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吧 哈囉一開 你要刷盤嗎 沒有 也沒有啦 直播剪瀏海 但聽說晚上剪瀏海 晚上不要亂玩剪刀 不知道耶 我以前經常晚上的時候問說 還是我今天剪瀏海啊 這樣 然後問我媽媽 然後我媽媽就說 不要吧 這樣 或者是凌晨什麼的 我說媽媽還是 還是我還是去洗個頭啊 這樣 她說算了啦 那麼晚 這樣 晚上好 哈囉佳座 哈囉小紅 晚安 謝謝 信尾的一封信 謝謝 謝謝行李箱 一個星期了好想你喔 謝謝 都不能出門剪頭髮 是還好 是還好 反正還可以綁起來 但是 就是 真的受不了 就自己剪唄 但我不太會剪耶 就是 瀏海瀏海 剪瀏海OK 可是我也不太會剪瀏海的感覺 那有凌晨在剪 深夜啦 深夜 就是突然看不順眼 就想說 剪瀏海這樣 謝謝 Jans JoJo的 楓葉 哈囉大家晚安 我是小琴 晚安 好的 等一下 我現在是小琴的閒聊時間 今天是 6月8號 星期二 大家最近過得怎麼樣啊 我要跟你們講一件 喔 我昨天就醞釀了很久 因為這是一個昨天晚上 發生的事情 我要給我自己一個大拇子 好啦 眾所周知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在宿舍 是一個人 一個人生活嘛 因為宿舍大家都回老家了 然後小琴一個人呢 就獨辦 獨佔這個宿舍大空間 嗯 然後呢 昨天終於發生了一件 就是 還蠻驚險的事情 因為 你知道就是 我有時候也會想過 會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阿如果我一個人的話 怎麼辦這樣子 好啦 終於 昨天出現了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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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它超大隻的 超大隻 有我的小木真的那麼大隻欸 超可怕 然後 然後你知道我那 我還在地板上 做運動 而且 而且因為 而且因為 就是最近 其實我有感受到 因為最近夏天開始潮濕 然後 就說我把窗 因為我沒辦法不開窗嘛 因為 應該說不開嘛 我有把那個 那個有網子的 那個 我不知道叫什麼 窗 就是關起來 但是還是會有蚊子阿 什麼小蟲飛進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感覺最近會有可能 發生這種事情 嗯 然後 然後 就 然後我就 而且我還在做 平反支撐 大家知道嗎 平反支撐 我一直覺得 等一下我覺得我的 我的 就是 第六感嗎 感覺直覺還蠻準的 因為那 昨天我在做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說 怎麼 有點怪怪的 就是有一種 說不起來 說不上的 就很想要看 右上角 我就覺得 左上角 這樣子 平板撐著 然後 我就想說 嗯 一直覺得好像那邊 可能會有點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是什麼 然後 然後平反支撐 然後我在休息 然後就這樣趴著那邊 然後看 跟好好的手機啊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然後我就想 你知道我就是 我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沒有叫 我沒有叫 我是一個堅強的女人 我是一個獨立的孩子 然後 我沒有叫 然後 然後說 嗯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很 我不知道 算不算冷靜啦 反正我真的有被嚇到 因為 真的是很 真的是還蠻近的 沒有到 就在我眼前 但是 也在我 也沒有到很遠啦 你懂嗎 而且他好大一隻喔 然後 我就想說 然後 就是我先 我真的是 整個彈後 就是 後彈起來 然後我就去 好 然後就去拿 就去拿那個 噴 沙蟲劑 嗯 對我去 那個沙蟲劑 然後 因為我很怕 欸我真的很怕 因為他太大隻 我很怕他飛起來 如果小小隻的話 還好 就噗噗噗噗噗噗噗 然後 但是他真的很大隻 然後我也很怕他會飛 然後 然後 我最近殺蟲啊 因為最近真的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夏天又下雨 潮濕 然後 就特別多小蟲子 飛來 這樣 然後我都 這裡不是有個桌子嗎 然後 我每次都 就是我很怕他會 如果他 受到什麼刺激 我很怕他會 就是突然加速 然後爬到什麼東西 我就不想要碰到他 所以我每次都 爬上桌子上 我每次都爬在 就是我的 就是 反正我的身體是凝空的 然後就 對準 然後 噗噗噗噗噗噗噗 這樣子 哈哈 然後他就 他就受到刺激了 他就一直 從這個牆壁 跑跑跑跑跑跑 然後你說 我就一直 還好他是走 我的反方向 然後我就一直噴一直噴一直噴 然後一直噴一直噴 然後就等到他 你知道吧 他真的是 很 就是他很大隻 我就懷疑可能大隻的生命力比較強 然後 他就這樣 然後 掉下來 然後最後就掉在一個 我沒辦法撿到的地方 然後 欸很可怕 因為一個人啊 然後 然後又沒辦法 就是 沒辦法求救 就是平常 如果人兜的話 壯蛋嘛 然後一個人就有一點那種 怕怕的 然後跑去誰房間 沒有 我很貼心 我幫大家的房間都關好門了 就是 他死掉了 呃 我噴完之後 我突然想起說 欸我的房間有關門嗎 我就跑去看 欸我房間有關門 然後 再把其他的門也關上 這樣子 哈囉晚安 嗨包子 謝謝懷懷的掌聲鼓勵 然後 什麼 殺同期不能順殺 有點危險 可是 不要打比較好 因為打會有東西出來啊 然後反正我就一直噴一直噴 然後 他掉進沙發後面 我就說沙發後面 然後後來 然後受不了 那個時候幾點啊 快11點多了吧 然後 然後 因為壹家 已經 那個 直播完了吧 然後我就打給壹家 我就說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壹家 然後我就跟他訴苦 真的不要打 對對對 然後我就反正 他掉進去 可是我找不到他 我剛剛去看那個鳳械 我就沒看到他 然後就一直把沙發都挪出來 就想要看他 他屍體 這樣 可是殺同期真的很臭 沒關係 死掉就好 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說我第一次 可能是因為 我 就是我在運動 然後我一直在做就是 腿部的 然後做手部的 然後 手臂的 腿部的 然後我就已經 然後我還被嚇一下 我真的是整個沒什麼力氣 你知道嗎 就是 還真的是有點腳軟 好好笑喔 自己這樣講好害羞 反正就是 就是有點小怕怕 然後我想說我的手都還在抖 因為他真的 我再說一次喔 他真的很大隻 然後 不行 他 我一定要撿到他死定 因為聽說 如果 沒有 處理好的話 他會 活過來 是不是要分享對小晴沙漿的時候 會想到的一首歌 沒有這首歌 沒有這首歌 然後 後來我後來就是 把整個沙發挪出來 就看到 這麼大隻 我手指 這麼大隻 很大隻欸 你想一下那個小拇指 兩個關節 很大隻 然後他觸腳超長的 觸腳那個腳 然後 反正 我一個人把他 處理掉了 而且我等了他 我一直噴 然後 我看到他那邊 他已經翻肚了 他在那邊掙扎 然後 但是我要確定他死了沒 然後 我就一直等他 然後 等了半小時欸 他真的生命力超強的 我等了他半小時 我想說 早知道我半小時前 我就先去洗澡 我想說我洗完澡出來 他應該還沒死 而且 而且我還要一直等他 然後我要 時不時等他 我要等他死了 我才可以把他拿去 處理掉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一直看他那個 腳在那邊 動 然後我想說我今天晚上 會不會做惡魔 你就看到那隻腳 欸他腿好長喔 好羨慕 他腿好長 他腿好長好細 所以 強大的生命力 好可怕喔 然後 然後 沒有我一邊跟一家講話 然後 就是 雖然我 我好怕喔 我現在 現在有什麼動靜 我都有點害怕 因為 因為現在那個 夏天嘛 真的夏天很 夏天很 夏天很 很多蟲 蟑螂才是最完美的生產 他還在那邊撐 好噁心喔 好啦 好啦 反正就是 很想要分享 我就想說 我就跟一家說 你覺得這個我可以講嗎 這樣會不會 別人覺得 就是 就是好像宿舍很髒 可是不是宿舍很髒 就是潮濕 大家懂嗎 對 好啦 就是一個驚險的 一個 昨天的故事 我是覺得我自己很厲害 給自己十個讚 你為什麼要看那麼仔細 他比我看的 不是我想看的 謝謝大家的掌聲鼓勵 謝謝 可以講嗎 我覺得你講得很 而且我講好快 剛剛還有人說 第一次看到小琴講話講那麼快 我激動的時候講話就講很快 哈囉 安安 大家晚安 好的 那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現在有小琴的 最喜歡聽的 無人聲BGM開始 欸真的很棒 那因為 我昨天 就是我突然想到的一件事 就是想說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之前 我也有就是 在 分享一兩首給你們嘛 然後 就突然想到說 也還是可以多分享一些 平常 就是 我有在聽的歌 然後 推薦給大家嘛 剛剛那個不是主題嗎 剛剛那個是 分享我的日常 謝謝初鋒的粽子 起手 謝謝好孩的真情告白 謝謝 Tim的掌聲鼓勵 謝謝晚熊的掌聲鼓勵 初鋒的養成功 謝謝大家剛剛送我的禮物 我雖然好像有點沒讀到 抱歉 好 然後但是呢 因為我收到了很多 投稿嘛 所以 就是 我就挑選了一些些 出來 然後有一些是重複的 我就 就是 就合併了 還有一些就是 因為 時常嘛 然後 就是 就是 從 從 一開始 就 我可以 我可以 就是 算是一個 DJ啦 謝謝阿光的 love 剛剛那個超精彩 居然不是正題 也算是啦 也算是啦 你們覺得是就是唄 謝謝 YOSHIHERO的 love 大家晚安 好的 那 第一個呢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我的小筆記 第一個呢 就是我收到很多人問我說 聽了覺得有元氣 有力量提神 的歌 啊 因為 因為就是 考慮到就是 不一定 大家都是 日系 大家都是 就是 很多類型的 粉絲嘛 然後 所以就是 這個 叫不到歌單 但是 就是 夾著很多 很多語言 我想 新增一首 適合殺蟑螂 謝謝華華的搓搓你 沙昌阿方的 戰鬥BGM 等下我查查看哈 好的 然後 第一個是 聽了會有元氣 有力量提神的歌 其實我覺得 蠻多這種歌 首先我想 想要先推薦 就是 AKB48 Tim TP的歌 都很元氣 特別想說 啊 當然還是要先說一下 嗚吼吼吼吼嘛 就是元氣爆棚了 你看 你看我們跳那個 完全沒有喘息的餘地啊 對不對 連健座都在跳 你看 多有元氣 多提神啊 是不是 好啦 就除了TTP的歌以外呢 然後我想要推薦的是 好啦 大家可能 可能也會猜到 小晴是早安名嘛 那第一首歌呢 就想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 Morning娘娘 One Night Ijo 的 青春night 青春night 這首歌很酷喔 我放囉 就是我一邊放 然後 就是 推薦給大家 Sayshaunnight 其實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很像 就是 晚上 晚上 嗯 晚上還想要嗨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首也是 小晴 這首他出了之後 小晴 我看到一個東西 等一下 小蟲小蟲 賞 唉唷 現場 沙蟲有 好可怕 徒手 沙蟲 然後這首歌也是 自從它出了之後呢 我去唱日可以也會去點的歌 對對對 怕大家不知道我好像有寫 因為沒什麼紙 就是 這首歌的感覺就是給我 一種 就是很開心 然後 對 剛剛也講了一次就是很像晚上 還想要跳舞的感覺 然後呢 現在已經到第二段了 那我就解釋一下這首歌 然後這首歌呢 一開始給我的感覺 其實沒有到很吸引 但是也是越聽越 越喜歡的歌 對 謝謝健谷的楓葉 然後 然後 快到了 等一下喔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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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們就會一起 就是喊那個 就很HIGH WOW ENJOY 這樣 謝謝結成的楓葉 啊 不是蜂葉 是蜂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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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蜂蜂 很適合開設定 對 對 以上就是小晴 覺得很元氣 聽來會很有精神的 第一首歌叫做 Stay Shunai 耶 很洗腦很洗腦 然後呢 有一句 等一下喔 我吵一下 吵一下歌詞 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看歌詞嘛 然後 然後我想說 因為 畢竟小晴 就是真的很喜歡 早上的女主 然後這首歌呢 其實在 他來台北 見面會的時候也有唱 然後就很HIGH 很HIGH 因為中間有一個就是 私の 欸 等一下喔 私の人生 Enjoy 的地方呢 Enjoy是可以大家一起喊的 然後有這種 call and respond的地方 我就 很喜歡 謝謝信偉的搓搓你 然後呢 有一個地方就是 他的副歌是說 小青春 ない 落ち込んでちゃ そんなの もったいないでしょ 小青春ない 後悔してる 暇もないの そんなこと全然 わかってる 對 然後他就說 青春 ない 就是 就算現在你很失落 就 就是很 很浪費 不要浪費這種 就是 低落的時間 現在 現在 連後悔的時間都沒有了 然後 對對對 然後還有就是 誰が 有個 有個Rap的地方就是說 誰が何個言おうか 私は私の人生 Enjoy 就算大家怎麼說 這就是我的人生 我們要Enjoy 我們自己的人生 這樣子 所以就是 其實還蠻有 蠻有意思的 然後 就是 享受現在這個課 然後跟 就是在 享受這個音樂 然後跟他們一起 Enjoy 的感覺 就很喜歡這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就 覺得這首歌 就是 雖然有很多很多很元氣的歌 但是 挑一首的話 我就想先 推薦給大家這首歌 對 然後大家也可以 就是 去 一起去喊那個Enjoy 你喊很多了之後 會覺得 很爽 就是 私の先生 Enjoy 的感覺 這樣 好 這就是第一首 然後第二首呢 第二個題目就是 唱K 一定會唱的歌 那首先呢 48 Group的歌 因為是最熟悉的 我一定會唱 然後早安的歌 我也一定會唱 這樣子 謝謝初鋒的 帶你去流浪 對 然後呢 但是呢 還有一個歌手 團體吧 然後我也會 就是 嗯 我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 開始認識他們 但是他們的歌 他們的歌 我都蠻喜歡的 然後我一定會唱的 就是 Flowe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然後就是 Flower的話 其實 我基本上好像都一定會點兩首 一兩首來唱 就是 很喜歡 那今天推薦給大家的這首叫做 優しさであふれるように 它的中文是 剛剛是 然後 中文的話 打溫柔滿意的話 會找到 這樣 這樣 謝謝 謝謝薇哥的楓葉 謝謝I'm the love 謝謝華華的掌聲鼓勵 謝謝 這是一首比較溫柔的歌 因為小琴比較喜歡唱溫柔的歌 感覺自己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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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蛋塔的楓葉 對 然後這首歌呢也是 植物圖鑑的主題曲 謝謝阿關的love 對 謝謝阿關的love 中文 中文 沒有啦 就是因為 找這個 如果有人想找的話 這樣找好像比較快 如果 沒辦法帶日文的話 稍微一下發現已經解像 對 很可惜的 但如果有人認識的話 其實 Flower是一個 大家知道E-Girls嗎 其實是同一個公司 然後 它是 舞蹈跟 舞蹈 比較 嗯 也不能這樣說 就是舞蹈跟主唱分開 就是 可能有兩三個人是主唱 然後 其他人是舞蹈主要這樣子 然後 它的主唱呢 現在也有在 活動 對 之前Flower的 YouTube Channel 現在就變成 Lay的Channel 然後 也是很好聽 很推薦 就是現在這個聲音 就是它的主唱 Lay 謝謝 好孩的禮物 小小孩 哈囉阿姆 跟你說我把鱷魚訪問傳給粉絲的朋友拍 好可愛 謝謝 謝謝 主唱就不會去跳舞 主唱也是會跳舞 對 主唱也會跳舞 但是主唱就是 就是 嗯 可能會把 嗯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耶 可能你可以去找一下它的 現場 對 就是 欸 就這樣嗎 short version嗎 這是 不好意思我選了一個short version 晚安你喔 對 以上就是 小型小推薦的 第二首歌 叫做 Flower的 溫柔滿意 對 然後 Flower另外還有一首歌叫做 太陽與向日葵 然後那首歌 嗯 那首歌是我第一首認識的歌嗎 好像 反正第一第二首 然後那首歌因為 想一下太陽與向日葵 這不是 很適合小型嗎 可是那首歌很難唱 所以我唱K的話 不一定 會 點那首歌 但是Flower的話 我就會真的會 就是他們的歌都蠻好聽的 就是還蠻 蠻 推薦大家的 然後另外一首歌 我其實也好像也可以是 按進去給大家聽一聽 就是 太陽 頭 向日葵 這首歌 暮れてゆく 這首歌超難唱的 暮れてゆく オレンジに空は燃えるから 切なさが 私の胸に広がった 夏も終わる 夏も終わる どうかお願い 抱きしめて 熱が上がるくらいに 太陽 眩しい光の太陽 それがあなたなんです 夕焼け滲んでる 坂道 ゆらりゆらゆらと 揺れる陽炎 あなただけが映る きらりきらり夏もよ 好きよ 對 很喜歡這首歌 太陽架向日葵 小心 謝謝 對很高很高 很難唱這首歌 而且 但不能不提的就是 她的舞蹈也很優美 好想い 日焼け出す 肌に触れた時 悲しくもないのに ただ眠れだ こぼれ落ちそうになるのが不思議 これがないな 他に何にも いらないの あなた以下に欲しくない ない どうぞ好演的 韓梨シャー 私たちがいまわり それがわなしなんです あそがあれの夏空 風が降く 空にが揺ると あなたの しらゆきひめ 那一首歌 真的很好 對 我也喜歡 她唱的真的很好聽 就很有味道 怎麼說 我覺得很清澈吧 就是 她的聲音很有那種 透 很透的感覺 通透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就是 她後來有跟 The First Tag 欸 First Tag 那個合作 然後 那一首白水姬 也是 本來是Flower的歌 我想問 那個音樂會太大聲了 對 然後 那首歌 佔據我那段時間 一直 就是 就是 洗澡會放的歌 謝謝 不會 謝謝 今天你的髮型好好看 謝謝 這一次還有聲音一點 我想說 因為比較近我的電腦 怕你們 洗澡 洗澡 為什麼要放個 開心呀 對 就放在 就是浴室外 就是 我沒有分浴室的地方 跟 就是洗手盤 把手機放在洗手盤 就 停歌啊 而且 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安靜的洗澡 晚上安靜的洗澡有點可怕 放個歌 撞個膽 哈哈 對 這個就是 太陽都 ひまわり 對 洗澡是唱歌的好時候 我洗澡不會唱歌耶 對 因為 害羞 一定聽得到啊 宿舍這麼多 怎麼可能唱歌嘛 嗯 嗯 但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會小小聲的唱 有時候啦 但我洗澡不太 不太會唱 對 我洗澡不會唱 但我會放歌 對 就放在就是 我唱歌機 在洗澡唱歌的幾率是 10% 20%吧 20% 但是我在外面這邊 普通唱歌 倒是會 對 嘿嘿 普通的在外面唱歌 普通的在那個 普通的在 房間唱歌 還是會 唱歌誰會聽得到 宿舍大家都聽得到啊 大家 就是 平常在練歌 啊練歌的時候會耶 因為會一直洗腦 每天要再放 每天要再放 一家要練搬家了的時候 就是 在外面都聽得到 我在房間都聽得到 哈哈哈哈 還有以前小迪很愛放音樂 然後 然後就是 小迪愛聽什麼歌 其實都聽得到 謝謝掌聲鼓勵 好然後 下一首呢 那馬上就到下一首了 那我剛剛重複一下 第一個腿 現在你們看的是鏡面嗎 應該不是吧 下一首 剛剛是青春 night 跟優しさ であふれるように 然後 下一首呢 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題目 然後很好的題目呢 就是有人說 想到藍色是什麼 就是 對小琴來說 想到藍色的話 會是什麼歌 其實我一時間好像 不太怎麼想到 藍色的歌耶 但是呢 我想到很多紅色的歌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藍色給我的感覺就是 天空啊 海啊 跟夢想 Blue Rose 然後 然後下一首也是 也是日文歌 然後 這首歌呢 就是之前 欸我忘記我之前 有沒有 推薦過給你們 這首歌 但是呢 這首歌也是 之前我推薦過的一個歌手 叫做 Otami 他有翻唱過的 然後呢 這首歌 就叫做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演 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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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首歌本來是初音未來 的歌 然後 阿米 阿米是翻唱的 然後 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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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阿米 喘什麼沒有他是真的這樣寫他有1234他有四話他不是簡體姿態 欸欸欸你怎麼能卡住你怎麼在這個時鐘卡住 殘留嗎不是不是殘留 對 因為他是殘響所以這個念殘教吧 對殘教 剛剛是下雨的聲音 靜靜的享受 這首歌很短只有2分鐘51秒而已 而且還是鋼琴 然後前面有下雨的聲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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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人生的 人生是人生的 生きれないからさ 心のどこかで 内世を 信じてる 昨日の 僕を守るために 笑う 辛いなら 泣いたっていいだろう ねぇ 止まないの 雨が 夏空をせめに 泣いたって 僕たちを 全然で 見かせない 謝謝欣偉的麥克風 現在結成了玫瑰 以前在Niko玩的時候 歌詞は 歌詞は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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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我自己覺得很平靜 然後因為他是說 他前面有那個下雨聲 所以 就是 比較讓我聯想到藍色 但應該還有很多藍色的歌吧 嗯 然後 這首歌主要還是講得蠻正面的 然後 我來找一下歌詞 然後 他其實 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 有點難 去完全翻譯這首歌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 他整首歌的歌詞都非常 就是很適合你 感到失落的 謝謝 謝謝欣偉的麥克風 他其實是一直是鼓勵的 然後 剛剛有人也有講 有人講到 就是後面有個變奏 變奏 就是這 然後 這個地方會讓我覺得很像 你本來已經有一個 烏雲 或者是說 還在迷茫說 自己到底在 幹嘛 然後 可能有點難過 然後 一下子那個變奏的感覺 是有一種 突然 你在雲端裡面 就是射出 就是 我覺得 這個雲就整個突然打開了 然後 就是陽光照射下來的感覺 大家有這種感覺嗎 就是 很喜歡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真的不長 就是我覺得正常來說 三分多鐘 再加上前面有一個宇宙 然後 還有很多安靜的地方 跟鋼琴跟歌聲的匹配度 都讓我覺得 這首歌真的很棒 這首歌就是 嗯 有時候 可能突然有點想要聽的時候 那我不會很常聽這首歌 但是 就是想到就會去聽 然後會覺得 嗯 有激勵的感覺吧 對 穿透穿透 很棒很棒這首歌 再推薦給大家 應該是 我不知道怎麼念 唱可以一定會唱 但是就很會哼啊 那就是 小學的時候會一直哼一直哼 就這首歌是 不用看歌詞都會唱的歌啦 雷浩蘭生 分享你 雖然我是比較喜歡幼稚園 因為幼稚園對我來說 是一首很 蠻重要的歌 對 蠻 蠻有回憶的歌 但是呢 女校男生也是 充滿著我的童年回憶 其實還蠻可愛的 其實還蠻可愛的 男生不是飛 我細細聲說求你 我坐你旁邊 將對媽公仔報起 來春場又興 我共你一起 永遠只願要牽索去做風機 插半身甲 動作很浪華 我真是好奇 插半身甲 一直人氣高企 告訴我站上你 原來曾為了他 曾悶著我離去做到普查 你與我都怕 提及他 連喉嚨亦會殺 偷偷地背著我 喝他的茶 誰要你為了他 可這樣不雅 謝謝 謝謝你 你後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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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要放在後面 所以等一下再這樣 大家再推薦 下一段天後 三個放下邊 因為有下邊主要個角色 然後 下一首歌呢是 等一下喔 下一個主題呢是 想要一直重複的歌 大家一定沒有想過 但 一定猜不出來這首歌 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最新的樂歌是 365 啊 然後 然後這首歌呢 是一首 英文歌 哈哈 但是這首歌我超級超級超級喜歡 然後 然後想必大家一定都聽過 然後 這首歌是 嗯 他 我喜歡其他的改編版本 就是可能其他人Cover的版本 就是再 在Jazz一點的歌 然後 呵 然後 然後 就是這首歌呢 叫做My Favorite Things 然後有一個我很喜歡的Cover 是J-Reppy的 然後 那首 那個 這個 蠻多人認識 就是這首 我超喜歡這首歌 超舒服的 超舒服的 呵呵 呵呵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燙燙 cream con night ponies and crisp up the stools do best and sleigh best and snissing with noodles why gives me that with the moon 重點是他唱了我聽了那麼久 我還不會唱 哈哈哈 這首歌叫什麼這首歌叫my favorite things 歪血搓大血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 其實可以的啊 我覺得我可以 我可以啦 其實沒有很難啊 只是背不起來而已 只是背不起來而已 Girls in my dresses with those acting slashes Snowflakes they stay on my nose and eye lashes Silver white vintes and melt into sp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g bites When the fac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 不覺得聽這首歌就很想要微笑嗎 就是 而且我這首歌我超 就是怎麼說 會一直想要聽下去 而且這首歌我在自己的 反正我收藏了很多個版本 因為每個版本都很好聽 我記得有一個JESS的 給你們聽一聽看 我有收藏一個JESS的 我可以聽一下喔 這個 早上去做早唱的時候很愛放 然後就開始 开梳开梳 有没有有没有早上的画面感 那个打开那个窗 我只是记得我最喜欢的东西 But I don't feel so bad 他的歌詞很簡單 反正就是講一大堆他喜歡的東西嘛 因為他是那個啊 The sound of music 的 是嗎 是的嗎 Sound of music 的 The sound of music 的 插入曲嗎 對 就很棒 很喜歡這首歌 其實你還是有記歌的時候 就前面不記得 還是我把他改歌詞 他是什麼 bring drops on roses whiskers on kittens bring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volent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 tied up with tied up with string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favorite things cring color ponies and creep c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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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le studo studo dorbells and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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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歌詞 改歌詞 是什麼 還有什麼 water milk chocolate and sugar 哈哈 還有什麼 還有bubble tea bubble tea 對 反正這首就是 一直重複 會想要一直重複的歌 對 然後下一首是什麼呢 讓我看看我的歌單 對 以上就是這個 Sacra 美盤金泉魚 對 下一首呢 就是 我覺得應該要改一下我的 改一下我的順序 我現在一首想要先講一首就是 最近腦海裡面一直會播放的歌 就是這首歌 這首歌真的很喜歡欸 就是很漂亮 然後 腦袋一直被洗腦 知道嗎 這首歌真的是 很喜歡 知道的人知道 真的好漂亮 好可愛啊 最近的喜歡的歌 這首歌是我們的B.N.K.Fronte前輩的 新歌 一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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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雖然 還是跟不上 泰宇的手 大概只會 副歌 就是很好啊 這首歌 很好上腦 好喜歡 謝謝鎮宇的四葉草 這首是最近覺得有點洗腦的歌 這首是最近覺得有點洗腦的歌 而且Mobile的 衣服好可愛 而且他 好好 超喜歡Mobile 而且他有Rap很帥 很帥耶 W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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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在講一個喜歡一個男士的啊 我有看別人翻譯的泰宗的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啊好喜歡 喜歡喜歡 好 中文名是真行 對 這首是 這首是 那個 B&K48的 一捏 應該是 我看一下 正確發音是什麼 應該就是 D D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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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初風的 love 對 以上 然後接下來呢 下一個主題 就是有人問我說 很適合運動聽的 其實這首也蠻適合的 然後運動的話我自己 還是會喜歡那種節奏比較長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不是 因為我運動什麼都聽 就是 就一直聽自己愛放的歌 這樣子隨便 就是等他自己自動播放 但是呢有一首歌我想要跟 大家 也不是一首歌 反正我跟大家說 就是之前 現在就是比較多一個人在 運動 但是其實之前我是比較常跟 一家一起就是約好 回到家之後 睡覺前 然後一起做 仰臥起坐 對 然後 這個時候呢 不放音樂的話很難堅持下去 我就覺得因為放音樂比較可以分散注意力 就比較讓我可以堅持下去 然後我們就會選歌 但那個時候 想不到要選什麼歌 因為我跟他 聽的歌可能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又想要選 就是節奏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隨便選了一首歌 但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團體的歌就是很 就是很 可能那段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突然 比較常按到 然後 我們後來就是 都放那首歌 而且他節奏也很剛好這樣 腹肌群組 沒有就是在我後來一點 腹肌群組 是一開始 然後腹肌群組 是沒有播音樂的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乾做 嗯 是最近吧 今年 今年 對 然後 其實呢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就是 The Night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是The Night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個時候剛好出了 好像剛好出了 Dumb Dumb Bom 然後我們就每次都聽 Dumb Dumb Bom做 就是 可能節奏很剛好耶 這也是不會做的 我可以現場 就是示範給你們聽 那個超感人 哪一個 謝謝信偉的封印 現場 試穿一下 但我不會真的做 1 2 3 4 5 6 7 8 9 7 8 8 9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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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看不到啊,你們想看嗎? 世界是那麼快嗎?不會,就是因為是半起 半起的話,你們看不到我做啊,就你們看到了 這樣子,你們有看到嗎? 好啦,好像就是這個節奏 半起半起,因為全起的話對腰不好 對,這樣才是對的 不然他對那個,後面的那個,腰不好 所以,這樣子 有兩個做法,一個就是不用手 然後一個是把手放在前面,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樣會做 我最近是做50加50 就是50個這樣子,然後50個這樣子 然後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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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腹 腹部的話 我每次做不一樣 剛剛第二個動作 就是這樣 節奏感很棒啊 擁有自己 啊,許家綺 好帥啊 嗚呼 今天的風格很... 因為就是根據大家給我的主題 我就推薦我聽的歌啊 其實我聽蠻多的啦 然後 只是有點哈日而已 有點哈日 然後最近多聽了一點就是可能 抖音影響這樣子 然後The Night的歌其實都蠻 他們最近出了新歌 那他們的新歌也是蠻適合作音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覺得運動的時候蠻喜歡聽The Night的 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Alien 就是異獸 The Night 我們現在的大影子 是有差的 是有差的 我真的想說 你能夠看吧 是有差的 我們要問他們 我們是有差的 你以前那些人 那些人 我們會想說 有差的 我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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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小型老师 剪片的时候想要听的歌 基本上我剪片跟工作的时候是不会放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会分心 我连纯音乐都不会放 因为我会分心 所以我不会放任何的音乐 但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就是 就是我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想听音乐的时候 就是旁边放的歌这样子 就是 我真的超容易分心的 我没办法好像 我好像是没办法 如果我听熟悉的歌的话呢 我就会想唱 然后 再加上因为剪片的话 应该就是还是要听音乐嘛 就是听那个剪片的音乐 或者是说我要听声音 然后我要一直在看 如果你说就是做一些作业的话 不是说写作业 就是可能在工作 或者是说 反正就是一些 干嘛的话 我就可能会放纯音乐的 就是或者是我不认识的歌 这样子我比较不会分心 对 但有一首歌我蛮推荐给大家 就是感觉工作作业用 这样 就是 之前 我有时候 就是直播也会放的 这个背景音乐里面 曾经有放过Sloopy Dim的 Minority吗 Minority 这首歌很Chill 每次歌音乐的时候 是 转型音乐 我唱出来的 把文造成功 叫不滑 成功 君の名前を入れて 明るいはないよという日をハッピーに 色付け この上でどうして泣いているの 手は胃からさ一度もし捕まえて 寄りかけたちゃんと つきってさえないよと さめた愛 我跟大家坦承一件事 为什么知道這首歌呢 也是因為TikTok啦 也是因為TikTok啦 但是呢這首歌就是 讓我認識了這個 團體嗎 不是團體 這個 音樂家 音樂家 這個歌手 他們的歌都是蠻 這種蠻chill的 就是很 沉沉的然後 很適合就是在那邊打電腦 一把無視掴まえて 夜晚空に呼びかけた 一度にも泡がはじけて さまない夜からさめた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很 是不是蠻適合的 蠻適合的吧其實對吧 就我蠻推薦這首歌的 看一下 小琴每天都花多少時間在 沒有沒有 花很多時間在等於隨便看看 只是聽歌會聽到 好嗎 可是這首歌是真的是從 抖音聽到 不是抖音啦是TikTok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覺得這首歌蠻好聽的 然後 就開始聽 中文的那些就是 中文的抖音歌 那就是 就是你聽了一首之後 而且就是 大家會流行啊 然後就會聽到其他人唱啊 然後可能你就 欸這首歌很好聽喔 然後我就去上網查碼 然後就 欸熱愛105度的你 然後 他就會推薦其他歌給你 然後你 然後你再聽進去 欸這首歌我好像有聽過 然後後來聽 把它聽完發現 欸這首歌也蠻好聽的喔 這樣子 對 但是我沒有到很常 一直在花 TikTok 我比較常花紅色的 比較常花紅色的 對 但紅色那個 紅色那個APP就 不一定 就是那個是因為放了很多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APP它不 它不是 它不只有歌 或者是 它什麼都有嘛 就是很多那種生活小知識 就是我覺得蠻是 蠻好用的 所以我最近就比較常用 然後這樣 好這個就是 Minority 大家可以就是非常推薦 然後去YouTube搜尋的話 就是搜尋它 然後它的 其實它還有發其他歌 然後它的其他歌也是很 很舒服的 對 就很推薦給大家 這樣 然後下一首呢就是 雖然剛剛已經聽了很多很Chill的歌 但是呢 好 你知道小青是一個 很喜歡很舒服的人 然後有一首歌也是 非常想要推薦給大家 但它可能有一點小舊 然後也是日文歌 它是 呃 休 呃我定的題目 就是沒有人問 但是我自己想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 休假早上在準備的時候 會想要聽的歌 對 其實是因為我 啊沒事啦 我先聽先聽先聽 這首歌呢是 欸我不會唸那個 不會唸普通話 追嗎 追明靈情嗎 的 人生は夢だらけ 這怎麼唸啊 死難 追嗎 那個唸追嗎 對不起我不會唸普通話 追追追 不好意思有捲色 追明靈情商的 人生は夢だらけ 我跟你說這首歌也是 非常的好聽 早上起床 化妝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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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手東西 嗯 所以信じててねにこさえてましょう あの人に愛して 好想像這種 堵堵堵堵堵堵 正面きて すすもにも 難しがしかし 對 有點小慵懶的感覺 実感したいです もともとすみれば これ水も甘いもどっちもおいしいと これが人生 私の人生 あったらふくわじわいたい やっぱり小慈昂的 私の自由 この人生は夢だらけ 人生は夢だらけ ひとし 人生の人生は 道の人生は 啦啦啦啦啦啦 就心情會很好你知道嗎 就很適合早上 上路的時候 差不多要出門了這樣子 有一種讓早上變得有希望的感覺 我還想睡啊 這個不是早上起床的歌 這是那個你已經起床了 差不多要出門了 的那種 就是你已經準備好了 反正就是在準備的時候 差不多要出門就覺得 欸 早上聽這個會很 充滿希望 對對對 出門前的準備的時候 很適合聽這個 很棒欸 好喜歡 超喜歡 然後這首歌呢 它的中文翻譯的話叫做 怎麼怎麼翻譯 人生充滿了夢 人生充滿了夢 人生充滿了夢想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很旁敗 你知道嗎 就是很 就是有一種打開窗簾的感覺 哇 那種感覺 就很喜歡 然後呢 這首歌為什麼會知道呢 是因為 有個 之前有跟大家推薦過 我之前 有一首很喜歡的歌 不是叫妹嗎 然後那首歌的 唱 翻唱的人 是 田村 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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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他有翻唱 他也有翻唱這首歌 然後 這首歌我聽到 他的版本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就去找了他的原版 然後就發現 欸 原來這是欣賞 人生充滿了夢想 對 所以呢就是 後來就蠻喜歡這首歌 對 蠻多個早上都有在聽這樣子 對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我早上 有可能偶爾會洗澡 我喜歡早上洗澡 因為睡覺很熱 會出汗 然後早上就會來洗個澡這樣 然後洗澡的時候就會聽這樣 洗澡是準備嘛 準備出門 或是準備迎接到早上 一整天的時候呢 就覺得很適合這首歌 對 好 然後這就是我現在要推薦給大家的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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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特別 蠻有趣的一個 那我先 我先 我先 再跳下一個好了 呃 好 先這個題目呢 就是 我覺得蠻好笑的 蠻有趣的一首歌 就是 有個題目是 從沒有感覺到洗腦 卻變得很喜歡 我跟你說這個 看到這題目之後 我第一個就已經想到一首歌了 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笑 但是我相信也是 雖然可能不是 就是大家應該都聽過 但可能不是 呃 平常聽 就是 平常就是喜歡日本的粉 所以 就是 對對對 反正這首歌呢 就是 呃 我本來 看到它出的時候呢 我直接講好了 它就是 twice的歌 它是twice的fancy fancy 這首歌呢 為什麼是 從沒有 沒感覺到洗腦 然後變得很喜歡 這首歌真的是 很好笑 看到這個題目 我就會覺得 喔是fancy 因為 fancy剛開始出的時候 它這首歌的MV 不是直直的嗎 因為twice算是 twice算是 就是 大家都知道嘛 就蠻國民的 一個 國民知名度的一個 女子團體嘛 就是 然後 然後 twice的歌 然後 它本來就是 什麼Wu啊 還是什麼Chair up 都很青春可愛 然後我想說 twice就是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蠻沒有 青春活力的感覺 然後 fancy這首歌就是蠻 有點紫色的感覺 然後 我想說 這個MV 有點怪怪 什麼fancy 好怪 我覺得 蛤我覺得不對吧 twice 我覺得沒有很適合 然後結果現在 後來 聽久了之後 我想說 好型喔 fancy好好聽 而且 就是我真的變得很喜歡這首歌 我就覺得很好 我們來聽fancy好了 fancy you 就是 我不知道 那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蛤 不太好吧 就是 這種歌 還好欸 然後 超洗腦的 然後我真的是 怎麼說呢 twice裡面 現在 現在最喜歡可以算1了 twice fancy 算1 f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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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ce fancy 這首歌很好聽 而是莫名好感 Fancy 這首歌 還沒到 SOS 好好笑喔 有很多有趣的題目 F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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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時候我真的是蠻佩服 就是 KPOP的MV設計 真的是很 很夢幻嗎 我不知道 就是他們的 有時候的怎麼說鏡頭 或者是 怎麼說 就是很 我不知道怎麼說 很有畫面 很酷 我真的特別喜歡看I's One的MV 就是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 用什麼語言來說 用什麼形容詞的話 就真的是很漂亮 就是所有的 對 然後這首就是 我一開始覺得還好 然後後來就真的是蠻喜歡的一首歌 欸 真的是超多語言台耶 這首 這個台 反正就是 對 我第一個想要就是Fancy 對 欸 欸 二單的MV 你說Fiorita Fiorita 登登登 欸 我跟你說Fiorita也是 可是因為Fancy 給我的印象比較深 因為我那時候還一直跟高雲姐說 我覺得這怎麼可能還好欸 然後後來就Fancy 然後Fiorita也是 也是 就是那個時候我也覺得 蛤 怎麼 然後現在Fiorita也是很好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 很紫色 紫色的歌 好下一個 下一個呢 希望大家不要打我 反正這個 這個 這首歌呢就是 這個主題呢就是 原本很喜歡 但聽到膩的歌 啊 但我先說 我聽到膩不是 不是真的很膩啊 只是 嗯 會 就是聽 我一開始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是 很可愛 大家都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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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很可愛很喜歡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是 我是 在還沒有 入團之前 就已經聽過這首歌了 然後也學過這首歌 然後一直學一直學 它還有很多個版本的歌 然後 版本的 部分 然後結果 可能就是 太 一時間接手太多 然後 後面又聽 就是沒有到討厭 而是 沒有到討厭 但是 就是 就有點還好 就覺得 夠了夠了夠了的感覺 可能真的是以前 我從還沒有加入之前 我就一直一直在 跳這首歌 期待 現在就是真的 真的 有一點小膩 但是 其實已經很久沒管這首歌了 這首歌呢就是 不知道我現在就是 還好 就是 還是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 它已經沒有在我的最愛行列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真的 但你知道 這首歌是 我在入團的時候 入團前 我就有自己 學過 然後 那個時候 很有成就感 因為 那時候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跳 然後我們跳得很正氣 就很 很有 很 很自豪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跳的是HKT的版本 君のことが好きやけん 這樣子 對 然後 就 很棒 然後 對 但是呢 這首歌對我來說也是 有一個回憶 就是 我有 我有跟我的朋友們 曾經 就是真的有 在表演過這首歌 然後這首歌呢 在那一次 第一次表演的時候 好像也只有唯一那一次 就那一次表演的時候 我整個大跳錯 然後我就很 很丟臉 很丟臉 然後很 很 很不好的回憶 但是練習的版本 是非常好看的 然後 謝謝 謝謝 謝謝一封信 謝謝熊熊 跟謝謝孩孩 但我想說 中 呃 我覺得 正常版 比較不會膩 就是 可能我聽 方語版 方眼版 聽 太久了 對 不要 不要找 不要找 別找 這首歌很可愛 好 好 我曾經變成 導演師會練我的歌 很大機會之後 會被跳過 因為我聽太多次了 哈哈 哈哈 不會添膩 但是會 好感度下降 就它不是 而且當你很熱愛這首歌 然後再加上 對它可能會有其他回憶之後 對 現在就還好 現在就沒有那麼瘋狂的喜好 沒有到膩了 我覺得很久沒有看到MV 我覺得MV很好看 這首歌 這裡超 那個的 想起了以前 我沒有跳過這首歌吧 是不是很懷念MINICON 我沒有跳過這首歌吧 MV 好棒喔 我要講什麼 可以跟你們說 可以教你們 其實是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看得出來 但是 隨便講一下 其實是 欸是什麼 最後一句是什麼 然後 一般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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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5 5 2 1 2 2 3 4 5 1 2 2 4 5 5 1 這首沒有跳過 對 但是我沒有學過 我的口腔 對 這首就是 對來說 有一點 現在好感度沒有到很高的歌 對 然後下一個題目 香港人超懂 就是 聽都不想聽的歌 我們來播一下 我真的 我找這首歌 我找這個東西的時候 聽了 十秒鐘就很想要把它關掉 香港人同感吧 香港人一定不喜歡聽 六十幾 聽都不喜歡聽 好夠了 夠了 欸 剛好十秒 剛好十秒 這首歌呢就是綠袖子 香港人應該唱歌有同感 聽都不喜歡聽 停了 這個是十小時 十個小時版本 為什麼呢 跟台灣的大家解釋一下 這首歌呢就是 上學考試的時候 那個等待的音樂 特別是 HKDSE 香港中學 文評 反正就是考試的時候啊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準備 然後就開始聽這首歌 考生的恐懼 就來自於這首歌 LU SHOZ 好了 真的 聽都不想聽 剛剛 大家是不是非常有同感呢 我那時候呢 找的時候 找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 欸 第一個想到的歌 就是這首歌 也不知道叫不叫歌 可能 音樂啦 然後 就是 永遠留起 腦海裡 就想起 綠洲子 即是 就算我不 即是 講到這個題目的時候呢 我就會想起 綠洲子 上網找綠洲子 十個小時版本 誰做出來的 我的天 然後 DSE加油 DSE加油 應該 數學加油 我記得以前就算不是DSE 反正做卷的時候呢 都會聽到 因為我覺得 唉 真的 好久沒聽 這個音樂 你幫我十秒 我今天在腦裡會loop一晚 我們遲過 洗 洗掉 洗走 不要再聽了 真的 過了就過了 會 很生氣 也沒有到生氣 只會 就是我整個人會 整個人 就是沉浸 整個人就是 這樣 大概會變成這種情緒 這樣 不要隨便打開這首歌 好 然後呢 下一個題目呢 就是 超突然問我 就是 有點迷茫 想家的時候 有點迷 迷惘的時候 想要聽到什麼歌呢 然後我想要結合一下 就是廣東話想要推薦的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被封印的歌 就是 就是 嗯 也是兩首廣東話的歌 然後 這兩首歌 我覺得 想家 想家的時候嗎 也不算 想家的時候怎麼會 嗯 很多人問我想家的時候會 想要聽什麼歌耶 可是我想說 你們是想要問我想家的時候想聽什麼歌 還是就單純的想要我介紹一下 就是 廣東話的歌這樣 所以呢 做什麼拳都是綠豆子 哈哈 然後 為了想要推薦這首 嗯 應該是說 廣東話歌裡面 我也挺喜歡的一首歌 其實我一兩年前好像 KKBOSS歌單 就已經有推薦過 但可能 有些人那時候還沒認識我 那 都是想推薦 因為我上次唱了 MyCookie Can的時候 下面都有人說到這首歌 然後我就覺得很想 讚 好 叫做 當我迷失時 聽著的歌 當我迷失時 聽著的歌 是成雷的 一兩一九零 這首歌很好 很好聽 形容想家的時候會聽的歌 然後這首歌就是 陳雷的 當我迷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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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時 迷失時 聽著的歌 陳雷的歌 啊這個 啊這個 欸 沒有 有那個 草 草這邊 啊 陳 啊對不起 陳 陳 很老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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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開口 擦到 我迷失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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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誰總該記得我 我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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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這首歌就是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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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詞嗎 歌詞很好 好 然後他中間 我大概是 因為之前 其實我真的沒有很 算是很 因為真的很哈人 然後就沒有很熟 廣東話的歌 然後但是我偶爾會問一下 就像朋友最近有什麼 可是我的圈子也蠻日的 然後 我就會去 因為有時候也是想要聽廣東話歌嘛 我就會去 嗯 一些音樂軟件上面 然後就是查一下 最近有什麼新歌想要聽一下這樣 然後 前年 19年的時候才發現 對吧 19年的時候 出了這首歌 然後 我就看到他的 歌詞很適合 對 有沒有就是 嗯 很 很貼 很貼近心 吧 這樣 因為他也有 他也有 很貼近 他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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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我 千萬不要愛我 不再驚訝 情路難關都給我招架 又看得對你 呼吻著你 親手採訪的花 一跌到縱使滿身傷 讓你生命再流傷 也定你的傷手引路回家 再多爸爸 然後那個時候還有另外一首 蠻喜歡的歌 是陣容的 尖詠 其實我發現我都幾經常聽尖詠的歌 不知道應該 但我以前都沒玩 真的好熟 十三樓的大笨像 十三 十三樓 十三 十三 十三樓 十三樓給大家笨拳 其實我覺得也是解字很好聽 十三樓的大笨像 也都真的挺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以前都沒畫到真的很熟 但是最近好像比較多聽的 謝謝陳恩的掌聲鼓勵 是不是有推薦過這首歌 嗯 這兩首我都有推薦過吧 大概一年兩年前 逃避去認清 跟你無否快樂 因此分手太刻薄 只好總是在一起 要每日同村 加天過 為何人傾向 做什麼都要一生 明明我一步 多一刻也不舒暢 對 謝謝麥克風 之前也有推薦過陣容的其他 對 其實他很多歌都很好 像是 以前的話 《非凡人生》啊 我以前考試考陣容的一首歌 叫《爆炸的寶寶》 然後對 還有是 紅綠燈 多喝水 一事無成 是無成 OMG 應該留一個TVV劇劇的歌 哈哈 還有什麼 以前 如果要唱K的話 以前比較多聽五月氣 但後來就沒有了 真的 後來不是很吸引我 不是很吸引我 就是 比較沒有他再了解 但他去到 去到哪裡呢 去到 好 眼淚的秘密 6年前 啊!很久啊 不是 我再唱一首 一瓶 美好 真的有啊 6年前 好 好 好 很喜歡以前的歌 我很喜歡以前的烏洛斯 噢 噢 越南越愛 我知道 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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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我就 瘋狂地投入了 早安少女組的漩渦 每天一直刷影片 謝謝 後來好愛的LOVE 跟Mardine的表情 然後後面 謝謝 謝謝 謝謝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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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安琪最近都沒有什麼 真的 沒有什麼 超級夏日 哈哈 噢最近 我最近的話 還是陣容欸 多喝水 五個月前好久 然後還有 每天一直刷 蔚藍吧 蔚藍 蔚藍都要聽 這 是 算是 Follow一下 就 嗯 但因為我周邊的朋友 都是 比較 日系一點 哈哈 對 沒有啦 其實我很久以前就很日了 但是 就是 以前還會有人約我去唱K嗎 現在沒有人約我去唱K 就沒了 可是陣容真的是陣容是 以前我真的沒有到 因為我可能也是一個 算是 嗯 比較聽那種 電視看到什麼 就聽到什麼的那種嘛 然後 陣容就是 也是朋友推薦 那個時候是什麼 非凡人生什麼 然後 嗯 後來就是他出了一些歌 然後是讓我 就要聽 再 再我繼續跟下去 這樣子 嗯 這樣子 大概就是我的粵語 部分 對 然後 忘記一下 嗯 然後下一個呢 就是 欸 剛來台灣的時候 想到剛來台灣的時候的歌 這首歌我就 不播了 因為我比較想要講 就是這首歌呢 就是 好想見到你 但是中文版的 因為 剛來台灣就是一直在練這首歌 對 還是你們要聽 我們是 安得感到 愛得感到 愛得感到 YES 愛得感到 YES 愛得感到 YES 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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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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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叫做 然後叫做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比較多是激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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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歲 30歲 40歲 50歲 我想一下就是假如我 真的100歲才離開這個世界的話 我還真的是 一半都還沒有到 我還沒有到50歲我都覺得我還人生還有一半 就是 還有很久很久了所以其實大家都還好 還有很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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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會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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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孟智河 因為孟智河畢業的感覺太濃厚了 每次看到大家哭得很難過 然後我就會哭 就是我也不會去點開千年頓之前被畢業的那個 那個影片 因為一點看就會哭 所以我就不會去點開了 但後來就是 會點開孟智河的其他影片 對 但我不會再點開 不太會去點開那個畢業的影片 因為真的很難過 很多唱歌比賽的人都會唱這首歌 很叫好 對不會 不會點開這首歌 但我覺得 青春有你3的rap 他寫的更加 有點蠻蠻很催淚 就是很難過 對 這就是小琴一定會哭的歌 對 但其實也不止了 因為我很容易哭 然後 再來就是想到粉絲的歌 這首歌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Ki 這首歌是Green的歌 叫做Kiseki 我可以點一個就是比較 短一點的 有嗎 也沒有 好沒事那我們就把它聽完吧 有LHC的欸 那我們聽LHC的 這首歌 就是 粉絲 一些 比較 久的 酸 怎麼說 老教徒 就是 嗯 教徒們 以前的教徒們 可能會比較有感觸吧 因為我 這是我 徵選的時候 最後想要 給大家送來的歌 然後這首歌 叫做 Kiseki 奇蹟 然後現在順便 再次的送給 現在所有的 教徒們 然後現在順便 再次的送給 現在所有的 教徒們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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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you all 我剛才突然想不到 我剛剛突然想不到 哈哈 想要届肚子都伝えたときに 初めて見せた表情の君 少し我があいて 君をおんのづいて 僕の心を満たされてくあいて 僕らまだ旅の途中で これからから咲きも何十年 ついているような未来へ 下次再認真唱好了 這首歌呢 就是歌詞不用說嘛 就是一首很經典的歌 就我覺得奇蹟這個字很難解釋 現在回看這個歌詞啊 其實還蠻適合吧 適合形容 雖然他蠻像參與情侶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歌詞也蠻適合 來形容我們之間的羈絆 或是我的想法 就很想跟你們說很謝謝你們 然後 ありがとう 我講 才聽完 才聽完 對 反正就是 就是 只說 謝謝好像 有點小 然後 平常 我們不是很常說什麼 愛你們喔 什麼的 好像也 不太夠 你懂嗎 就是這句話現在 突然想起好像也蠻適合的 怎麼說呢 就是還是那一句 可能是有點 很長的在講啦 但是就是 有你們 才有我們 就是很謝謝每個 支持著我們的粉絲 然後 覺得每一個 認識到我喜歡 願意去喜歡我的人 都是 不是 理所當然的嘛 然後 然後 就很感謝大家願意去 支持我 然後 喜歡我 對我來說都蠻像奇蹟的 因為 沒辦法去預料到 誰會去喜歡你 或者說 就是 之類的 怎麼講話越來越笨了 反正就是 很感謝能夠遇到你們 對 給了我很多的力量跟勇氣 雖然我還是 我覺得我 那算了 不要講那麼多不執行的話 因為你們不喜歡 不執行的我 好 然後 這就是 我推薦的 認為我跟粉絲 我想要 想要 給粉絲的歌 或者是說 對我來說 就是想到跟粉絲的歌吧 對 謝謝Leo的LOVE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最後一首歌呢 還是想要推薦 睡前 該推薦的歌 最近 也沒有到最近 但是 這首歌一直以來都是我很喜歡的歌 但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SOLO的話 我也蠻想唱這首歌的 老師我準備好了 好 但是 以前 我會讓我去思考 我會讓我去思考 那些歌 一首歌 是 時 最初的歌 這首歌 就 很難 那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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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謝謝大家今天來陪我度過了美好的晚上 哈哈哈 謝謝掌聲鼓勵 然後希望大家還蠻喜歡這個主題吧 就是推薦很多 算日日好像比較多 不然我推薦 睡前聽一下熱愛105度的你 低清純的人流水 好的那 希望大家還喜歡 然後最近 還是要每次都來提醒一下大家 好好照顧好自己呢 然後 我們很久沒見了 然後我過得很好 還維持105度啊 還好啦 還好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沒你的天 八月正午的陽光 都沒你耀眼 熱愛105度的你 低低清純的人流水 還有什麼 最近還有什麼 你的眼睛 像行星 什麼靈啊靈 還有什麼 之類的 還有什麼啊 感覺還有啊 一瞬間沒想到 好 重點要想我們 謝謝大家的禮物 反正呢就是大家 嗯 早點睡 好啦差不多 11點13分了 大家記得多吃點 多喝 多喝水 冷氣房記得要 就是穿外套 戴外套 下雨記得要戴傘 好不好 最近Suki 這首歌好像還滿 Suki是什麼啊 好像 我記得 但是我現在腦袋裡面沒有旋律 謝謝 守護你 謝謝中瑩 對 我也是 好我會 我會早點睡 有啦 我真的是很 很健康吧 應該 吧 哈哈哈哈 阿小辛苦 其實我 我覺得下次 其實我有很多 可是我又怕大家可能 比較沒有 就是可能沒有到這個範疇 不然我還滿想要就是 推薦 一個 例如說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早安 然後我很想要就是 把早安的 就是一個早安的疙瘩 然後完全推薦給你們 就是早安的疙瘩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 想要跟 就是推薦給你們 然後 就是這首歌的歌詞怎麼樣怎麼樣 為什麼什麼的 那或者什麼 WASTA 什麼之類的 Supergirl什麼的 就很想要這樣子 但是我又怕就是可能大家 沒有到 涉及到這個 這個 範疇 所以就想說可以 混一下 但我這樣 這樣混也蠻 蠻混的 我真的是這樣子混 對 私心就私心啊 確定 嗯 早安公演 早安公演 考慮一下 對 中文歌也是可以 然後 就是 嗯 還 對 今天的歌單可以再講一次嗎 今天的歌單呢 就是 然後跟你們說 就是 我的紙不夠 所以我 最後那幾首沒有寫上去 第一首呢 是Sassionite 然後第二首是 溫柔滿意 然後 因為 可以 阿美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念 阿美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念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念 阿美 這樣叫嗎 然后 雷浩蓝參 然後 然後 Dum Dum Bon Minority 人生は夢だらけ 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 喔還有那個BMK48的 いいね Fancy you 然後 あと 当我 迷失時 聽著的歌 然後還有 13 樓的 大笨像 我看いたし 奇跡 然後是不是就沒了 對 然後我就不夠直了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 夜風の仕業 對 還有 時間都去哪了 暧昧 好 不要再唱了 這首歌真的很脆 這首歌不適合 不適合 不適合在直播聽 對 大家也可以推薦我一些歌 對 好想見到你 試唱48首早安 我怕48首會不會太多 就不夠兩小時吧 短版 每個都只唱到副歌結束這樣 還有十秒就關的那首 Super 蛤 還有十秒就關的那首 喔 綠袖子 我 小啊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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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都在周董那一邊 就是周杰倫的歌 一定大家都知道嘛這樣 然後 推薦吉日婷 欸我有聽 可是那首歌我沒有聽 但是他本來的歌 我本來有聽他的歌欸 都唱Aメロ就好了 好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 就是有加油 我就是增添一下自己的 花語曲譜 歡迎大家多多推薦 讓A105其實有點不會 我前面其實有點難 就是那個 我會忘記歌詞 現在快要關台了就不早了 好的 好啦那大家記得 好好的照顧自己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這邊囉 那趕快去睡覺 明天也加油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大家 好啦謝謝大家今天來看小金直播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歌單 啊唱錯歌詞 講錯歌名 講錯歌手名 的很抱歉 I'm sorry 然後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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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掰掰 好啦 掰掰 掰掰